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是最愚蠢的 神是掌管所有的祝福的 所有的祝福都是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我们跟从神的话 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怕 神给我这个教导 听送得胜 其实我有传给你们 但现在我不停地修改 将这个写得更好 我希望你们都会跟从 如果你跟从的话 你今天生命可以改变 每一天生命可以改变 蛮有能力 但其实这个需要时间的 所以有心理准备 需要一个小时才能解释清楚 这个轻松得胜 好了 你认识我感觉你就记得一句了 耶稣说我来了 需要叫羊 其实他说是人的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就是有丰盛的生命 但很多基督徒说 为什么神要我有丰盛的生命 但没有 我没有丰盛的生命 为什么 问题在哪里呢 是不是问题在神的里面 是不是 不是 问题不是在神 而是在人 因为很多基督徒 跟从神是怎么样 百分之十 跟从神 他们说 百分之九十的力量 我要放在世界上 他们以为这样 我就有神 也有世界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追求世界 你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有一天 我们全都会失掉 但如果我们追求神的话 神将所有的福气 祭给我们 我们应该全心成意 追求神 神就这样最好的赐给你 你看到我的生命 每一方面 神都祝福我 给我喜乐 平安 力量 有经济的需要 神供应我的需要 也给我很好的太太 社里 很多方面都对我 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帮助 而且神赐给我 圣灵的力量 我看到每一次 聚会员都改变 不是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我希望你们可目 真的完全地跟从神 神就全心全意的祝福 我们 很多人说很难脱离罪 但其实你可以的 只要你要决定 一会儿我会告诉你们 怎样去处理罪的问题 然后有些人说情绪化 很难处理情绪的问题 但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很多人说不难不难不难 或者是家庭的问题 就说太多问题了 我不能开心了 但其实有耶稣的话 我们可以在困难中 人人有喜乐 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 或者是儿女的问题 你说我没有儿女 但如果你不爱主 你将来的儿女 跟从美国的方法怎么样 你看到美国很多孩子都不好的 很多跟从世界的路是不好的 如果你跟从世界 将来你就受苦 因为你会看到你的儿女 不听神的话 你会看到他跟从世界 你就很痛苦痛苦 但如果我们跟从神的话 我们可以带领 我们的家人都信耶稣 或者是属灵的地朝 这是没有力量 常常说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很多烦恼的情况 轻松得胜 是一个完全 轻松完成得胜的生活的方式 如果我们跟从的话 我们就可以每一天有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决定 你是不是去追求神的祝福 还是追求世界的祝福 你追求什么 你追求什么 神的祝福还是世界的祝福 你追求神的祝福 就完全地跟从神的话 你就完全地有神的祝福 如果是跟从世界的话 一方面十分之一的力量 放在神的里面 你会发觉 你不会得着神丰盛的生命的 好了 现在我简单的 将这十点 我们一起读出来 第一 不停亲近神 和享受神的爱 第二 跟从神 就能得着所有的福气 善 神在我们生命 有奇妙的计划 四 学习怎样 无边人和环境影响 第五 跟从属神的价值观 第六 谨守自己 不犯任何一样罪 第七 怕着神 胜过罪 是不难的 第八 我们可以处理 生命中任何伤害 性情问题 负面思想 和情绪 九 我们应该向耶稣充满信心 能力和喜乐 使我们全新信靠圈 亲近圈 顺服圈 学习耶稣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恩赐 尽一切的责任 和扩张我们的境界 就能行在神完美的计划之中 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的 这个是英文 好的 再 好的 第一 我们学习 这个 这个是详细地说出来的 第一 深信神极爱我们 我们应该不停亲近神 和享受神极大的爱 我们知道有神 是不是 祂也很爱我们 祂也掌管 掌管所有所有的福气 祂也很想亲近我们 只要我们不停地亲近神 就能够享受神的恩典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听大堆基督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女 为我们众人舍了 祂不也罢 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 神已经将耶稣赐给我们 最大最看重的赐给我们 祂会不会将我们所有信用的赐给我们呢 可以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个信心 很担心神啊 你会不会不帮助我呢 你想象一个很小的孩子 比颗伟更小的 学习走路的时候 妈妈拉着她的手 叫她走路 然后她这个孩子就对妈妈说 妈妈你会不会倒下来 你倒下来我就没有力量福利起来的 小孩子会不会这样担心啊 不会 但我们常常都担心神 神啊你会不会帮助我啊 会不会我的生命很多困难啊 会不会我的前途很多麻烦啊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相信神的祝福 但我们没有做好自己要做的 其实你做好自己做了 神就必定祝福了 所以我们相信 神的祝福很真实的 神已经将最大的礼物赐给我们 也必定将钱 前途 工作 将来的配偶 或者是独生 也没有问题 全都赐给我们 而且赐给我们力量 能够信奉神的力量 发挥我们的生命 不是每个人去传道人 但无论你是什么人 你仍然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了 哈利勒亚 然后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 祂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喜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所以你告诉我们神 真的很高兴见见我们 祂因我们欢喜喜乐 常常看着我们都很喜乐 你想象 如果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很有钱的人 很有才干的人 而且是信主的人 如果他很喜欢你 对你很好 你就说他对我很好 你就会很放弃 是不是 不是 如果他对你很好 真的很好 在神的里面 你会不会说 这个人对我很好 我就可以放心 但现在不是人 是神 神永远的祝福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祂因我们欢喜喜乐 默然地爱我们 不停地默默地爱我们 你想象 祂就在门的旁边看着你 看着你就爱你 你可不可以想象 耶稣每一天 就站在门的旁边 在看着你 在你周围看着你 在我们前后 软绕我们 安守在我们身上 神常常地爱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 很相信神的爱 每一天享受神的爱 可不可以啊 每一天都说 神啊 我比你爱 真是蒙福啊 而且神是因我们 喜乐和欢呼 祂因很开心地见到我们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这样 开心见到神 其实我们看到 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 都很美妙 是不是 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周围 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周围 看到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们就可以说 神啊 你真的很爱我们 我可以完全地 相信你 爱你 信靠你 是不是 每一天爱神 可不可以啊 我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从早上到晚上 我醒的时候就常常想着神的爱 这样我就越来越有能力 神的能力越来越大 祝福也越来越多 所以不要 十分之一跟从神 十分之九跟从世界 好了 由现在困难中觉得神不爱他们 其实困难不代表神不爱我们 困难只是所有人面对的情况 每一个都有困难 因为世界有罪 世界就有困难 有困难不要紧 神必定帮助 是不是 在困难中 越亲近神 你不要说 我太困难 不要这样说 你越亲近神就 神就帮助你 我有病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怎么样 我就顾你的爱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现在就去休息了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就享受神的爱 可不可以这样 有困难的时候 就是依靠神的小 神必定帮助我们的 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等一等 哈利路亚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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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整年可以感受神的爱 有些人说 他感受不到神的爱 从万物可以看到神的爱出现 你看到神创造的万物 你看到母鸡怎样照顾小鸡 看到父母怎样照顾儿女 我们看到神的爱 从圣经 我们看到神去常常爱我们的 从耶稣的带死 祂为我们死 看到神的爱 多亲近神 你就可以经历神的爱 其实我会为你们祷告 你再一起经历神的爱 你每一天可以经历神的爱 你就可以有动力 第五 从生活中的帮助 你有生活的困难 祷告 你就会经历神的帮助 你跟从神 神就必定祝福我们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被神爱着 活得得意洋洋 很开心的 每一天都好像小孩子 小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样 如果你给他们一些好的东西 他们喜欢的会不会很开心 哈利路亚 很开心 这是我们可以每一天 好像小孩子一样 每一天都享受生命 为什么我们有天父这样爱我们 是不是 你看我这么大的怜悸 但我每一天都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是很轻松的 你们也可以 很多人追求世界 结果是怎么样 痛苦 你看到周围人都很痛苦 我希望我们决定跟从神 哈利路亚 好了 第二点 圣经 圣经所有的福气都来自神 圣经所有的福气都来自神 所以我们行在 一起读哈 所以我们行在 神完美的计划 救了 救了可得 属灵和属无知的福气 这个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以为要靠自己 去得着不同的祝福 属无知的祝福 但其实 当然我们也读书 但你读书的时候 不要放弃敬拜神 读书的时候 一边祷告 一边亲近神 你就可以有力量 有机会 你看到我学习普通话 虽然仍然不是完美 但你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我 靠着神 每一天听圣经的MP3 常常想着神 爱着神 神就赐给我 聪明智慧 神也可以赐给我们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你要你的前途 你会不会担心 将来的前途怎么样 会担心自己 能不能够做到你想做的工作 有没有担心将来 有没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前途 或者是有好的配偶 会不会担心 但神会为你预备最美好的 你跟着神 神就赐最美好的赐给你 所以你就决定 我要跟着神 我要跟着神 我要走神的路 神就赐最美好的赐给你 很重要 不要从世界得着祝福 从神得着祝福 很难有信仰分裂症 什么意思? 是觉得从世界得着神 闲快乐配偶 然后从神去属灵的福气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神叫最好的 所有的福气都赐给我们 不是说你不读书 不是说你不做工 你要尽力做得最好 但你同时依靠神 可不可以啊 读书的时候 一边依靠神 做得最好 这样你就有聪明智慧 你将来神也赐给你力量了 一起读啊 你们要献求祂的罗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 是不是说你追求世界神就 将这些东西寄给我们了 不是 你看追求世界的基督是怎么样 他们继续不开心 他们的儿女也不爱主 将来是痛苦的生命 从你年少的时候 你开始献着说 我要完全地跟从神 可不可以啊 我要完全地跟从神 我要决定跟从神 我要决定跟从神 我追求神 神就将所有祝福赐给我 神就将所有祝福赐给我 真的相信这一点 可不可以啊 不是从世界来的 从神来的 一集读啊 诗篇上诗篇诗节 少壮世子 还确实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吃 这是什么好处都不吃 追求耶和华的人 圣经已经应死 但有些人说 圣经应死的可能太慢了 神的帮助可能太慢了 我想问你 神创在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的转动会不会太慢了 不会 神的作为 神预言的 他都常常都做成 是不是 我想问你 你做事肯定 还是神做事肯定 神做事肯定 你为什么还是依靠自己的 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依靠自己的 为什么不依靠这个转换世界的神 可不可以啊 这是说 我完全地信靠神 跟从神 跟从神不代表你不做工 不代表你不努力去做你要做的 我做什么我都尽力去做 但神给我 每一方面的祝福 你看到吗 你看到神在我身上所有的祝福吗 你想不想 你的生命都是这样 你这是决定 决定 超世纪39章2节一起说 约瑟住在他主人 爱及人的家中 约瑟丸与他同在 他就摆世顺利 他是不是只是在属灵的世上顺利 不是 在摆世所有的事都顺利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的不要追求世界 追求世界谁受苦啊 自己受苦的 神能够在各方面都祝福我们了 平安喜乐力量 你有没有每一天有喜乐 你想不想像我这样 常常有能力为人祷告人就尽力喜乐 你就是决定 可不可以 我决定要跟从神 我决定要跟从神 人神也可以吃健康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我现在已经去六十岁了 你看我还是很健康 很有力量 不需要老化眼镜 而且能够运动 你看周围你的爸爸可能比我年轻 可能他的力量不如我的力量 有仪婚姻或者是如生 而且恩赐能力 如果你们每一个投入 你们在这里可以大大的信话 我希望你们都尾身 不要说你来就是因为我今天来 而是说我要尾身这个教会 尾身神 第三点 相信神在每个基督徒生命中 都有极奇妙的计划 所以就判重和尽力 发挥自己的生命 神已经在我的生命的计划 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十六节至十七节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读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奇数何等出国 神已经写在天上的册上 神写的是最美好的 但有一天你去到天堂 你见到神的时候 神要你看一看他本来的计划 然后你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痛苦 为什么我的婚姻失败 其实最很大的影响 明大人身上就是 没有跟从神的话 婚姻很多时候就很多困难了 但如果你跟从神的话 神就能够祝福你的生命 你说为什么神的计划是这么美好 为什么我的生命不是这样美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跟从神这个奇门计划 你要不要走在这个神最美好的计划 你要不要 还是走在自己的计划 我问你 你的计划成功吗 不成功是不是 很难成功是不是 但神的计划是最美好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词兵劝你们 将圣体向上当作活祭 去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来信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 不要效仿这个世界 只要信应更新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诚和喜悦的旨意 这里说什么 刚才说的就是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将我们生命献给主 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你们是不是很多时候 效法电视上的人的生活 效法你的同学 效法世界上的人 其实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怜的 但跟从神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祝福 希望我们不要效法世界 而是要信仪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承愿神的善良 承愿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神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会不会自动承全的 会不会自动承全的 不会的 你当时星期天来教堂不会承全的 你星期天不来更难承全 你当时星期天来也不会承全 你必定要将你的生命献给主 但你说献给主很难啊 但其实你越献上 你越喜乐 越有力量 越开心你 好了 不好意思 我现在需要走了 需要走了 好了 祝福你 我原来说你我很高兴 好了 祝福你 我希望我们两个自愿的 好了 祝福你 拜拜 拜拜 好了 那我用广东话了 哈哈哈哈 那神会不会计划我们生命是这样的 好像一图画 吵架啊 很不开心啊 甚至有一天做乞业 你们不会做乞业的 不过就是说 有些人真的失败到很严重 会不会呢 神会计划这样的 不会 为什么会有些人的生命 不是得到这个计划 因为呢 一定要测验神的善良 神全可喜的旨意 对不对 那要怎么做呢 就是神有一个A计划 最完美的 那你不听 你就下B 你如果下到B已经很厉害 如果神的B计划 你已经入到了 已经很厉害了 那你不行就C了 D了 E了 F了 你越不亲近神 如果你和一个不信的人拍拖 更加B F I J K 更B C 就是你不跟从神的时候 你是完全靠自己的 你是否想你的生命靠自己 但是很多人就是 很觉得 因为跟从世界的价值观 世间人就说要靠自己 但是神就不是 神就说 我有条路给你 已经给了你了 计划了给你 是预定给你的 你想不想要那条路 我希望你真的走出来 真的行动 譬如我经常说 我想 但我又不行动 我做不到事 但现在神真的给了我 很多很多不同的开放的路 还有这个教导 也都是 真是神是使用的 这个教导 我去到 有些人他真的用 他用的时候 他发觉 亦都可以日日好起落 很有力量 很有信心 好了 第四下一起读 相信没有人或环境 能破坏神预备的计划 我不应该学习 怎样不避人或环境研究 很多时候 人就影响了 家人 父母 朋友 因为他们很多家人 未必信耶稣 未必爱耶稣 可能很多说话 认到我们不能走神 诗篇18节是六节 有话说 光在我 我必不可怕 人能打我 怎样 我们要相信人 人今天是很无奈的 很无力量的 他根本做不到 很多他要做的 所以我们不用怕人的 我们是祝福人 我们不需要怕人 我们就是时时想着祝福人 你查一下这个摄影 看看有没有事 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愿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或者可以调位给他 去宰他 因为呢 一个位可以了 这里说到有人害他 入室 害入室 害不害到呢 害不到 因为神有个心意 有计划 只要你走神的路 只要你走神的路 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计划 那个计划是很奇妙的 你会发觉 如果你真的肯走神的路 你会一直不后悔的 我鼓励你试一下 真的走在神的计划里面 你会发觉神的祝福一直来到 到底人和环境的力量大 还是神的力量大 神的力量大 但我们往往是对什么让步 向神让步 还是向人让步 向人让步 那是不是很矛盾 我们能不能够决定呢 其实跟随着一定是要决定的 好了 这个不要被人影响 如果一个傻佬跟你说 傻佬啊 傻佬啊 那你必须回家哭了 不用了 因为你知道他傻嘛 对吧 世界上当然不是傻 不过每个人都有罪性 就算全动人牧师都会有罪性 都会有时候激气 心急的时候 比如我心急的时候有人问我 我很心急要设置一些东西 但是他会猛问我 那我就有种不耐烦的表达 其实这个是不应该的 但是牧师都在心急的时候 比如赶车啊 车较迟了 都会在那里猛争的 那时候你猛跟他问很多东西 可能他的心很猛争 你不要问我 遲点就算了 可能会这样 就是人都会有时候 我们有人有罪 所以人都会伤害我们 虽然他不是傻佬 但是我们就说 人人都有一小部分的 不正常在里面 真是罪性 但是我们又不要这样 说他是傻的 而是祝福他 不过接受人人都有问题 可以吗 接受人人都有问题的地方 那他说的 你就不要很伤心 或者我周围的人都不爱主 我很难爱耶稣 不用的 他们其实都是要灭亡的 其实很凄凉 他将来去地狱是很凄凉 你不要看到同学 哇 穿的衣服这么漂亮 这么多钱 哇 他们好像很羡慕 其实他是没有事很羡慕 但是你应该羡慕是神的人 人不会影响到我们 还有别人说话 有一句说话你记住 画清界线 你不要同一个人画清界线 比如他说你没用的 这句说话你画清界线 你说的不关我事 是你说的 这个不是真理 神说的才是真理 就是要和这句说话画清界线 但是这个人 我们是决意祝福他的 好了 人负面的说话 只能够留在空气 几秒钟而已 对不对 他说的说话 你很没用啊 几秒钟而已 那你就用他几秒钟 就消失了 但我们说话 就是用他留在我心里 十几年 对不对 有时呢 很多年之前人来罵过你 都记住的 有些负面的说话 我们容许他留在心里 可不可以 尽快 处理 如何处理呢 这个是他的罪性 我不用上心的 老板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不用上心的 一路祝福他 他有问题 不要紧要 我可以平安喜乐 你要亲近神 你就有这种平安喜乐 行不行 行 好了 我们有罪的自然反应 就是怎么样 人家说的说话 我们会怎么样 会加上一些 你真的很离谱啊 你很蠢材啊 令我不开心啊 或者那些最严重的 恨嫁错了你啊 要离婚啊 就是很负面的说话 都是因为人呢 很自然 人家说的那句话 立即反弹 那我很多时候呢 我辅导一些夫妻 或者一些拍拖的人 都发过他们说话 一会儿就有句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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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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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常大家鬥,結果後果是兩敗俱傷 會不會有時我們和家人都是這樣鬥? 兩敗俱傷,但兩敗俱傷好嗎? 不好,其實不要被人影響, 經常充滿笑容,祝福,做一些好的事, 倒杯茶去喝,在可以的時候做些事, 他有什麼需要立刻,你說有沒有搞錯? 他回來之後拿磋子給他, 倒杯茶給你爸爸喝,給你媽媽喝, 他說,我沒有做過,但你爸爸媽媽會不會很開心? 阿玲會不會很開心? 做一些不是你普通會做,就是做一些好的事 Shirley很多時候都會做很多好的事, 我又會盡力去做,因為她真的做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都會學習一下, 真的看到生命可以大家都祝福,是越來越開心的 好了,詩篇二十三篇第四節 我雖然行過死任的憂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我的將,你的肝都安慰我 像這個圖,他壓著,哎呀,很痛苦的表情 環境壓著,但我們可以在另一個角度看, 環境壓著,不要緊,你也有神幫助我 其實有困難呢,你在下面,你就很慘 你可以不讓他壓著,神有一條路,我不讓他壓著 你像是飛機,這些是神給我的意念 你像是飛機,飛機上那條路很艱難,怕不怕? 下面有很多驚擊,很多石頭,怕不怕? 沼澤,你在飛機不怕,因為神會幫助我們 我做人真的要面對困難,問題就是面對困難 有些人很蛇嘰,很不開心,很生氣,但你可以不讓他影響 有喜樂平安,可以嗎? 不讓環境和人影響 香港有一個望夫石,沙田,你有聽過嗎? 好像媽媽揹著兒子,他的故事,傳說 那個石頭很大,大的人很多 不過真的好像媽媽揹著兒子 即是說他等老公回來,也等不到回來 我想說,如果要等到你的家人改變,你才開心 可能等到你變成黃蝠石頭,家裡可能 有時周圍的人未必會改變 所以你需要等到他們改變才開心嗎? 不知道,我的事先走了 好,好,好,祝福你們 希望你以後每個星期回來,毀身,跟從神的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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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不要等到事情順利才開心,可以嗎? 每天都開心 每天都開心 殺旦的大壞是甚麼呢? 你的困難太大了,你做不到事 人對你太差了,所以你自然很難搖說 即是殺旦的,你這麼多事做,怎麼可以回到教堂? 其實我自己,我考香港大學入學試的時候 我一樣照回教堂 我考所有的事,我從來沒有一次因為考試而缺席 即是要缺席回教堂 可以這樣嗎? 缺席,譬如有人約你,那天要做project 你說我那天不做,我們用另一個時間 下午可以嗎?星期下午可以嗎? 沒有理由每個人都… 可能你說,星期日上午,星期日上午,我不用回教堂了 會不會有事這樣? 我們要告訴別人,不要星期日上午 他們會遷就我們 好了,第五,相信神的價值觀是最美善的 我們應該用屬神的價值觀取代破壞 破壞性的世界的價值觀 就是這個世界有什麼價值觀? 下一頁可以看到 世界的價值觀,自我為中心 我是最重要的,我要賺錢,我要什麼什麼 我喜歡這件事,我不喜歡這樣 有沒有有事這樣,我不喜歡這樣 不喜歡,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喜歡不喜歡 我們就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其實這就是我們的罪性 走神的路通常是我們要選擇的 不是我們自然反應的,不是自然的 我要原諒人,我要祝福人,祝福音 不會的,一定是決意 所以我們不要說我喜歡我就做 而是神的路我才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男大當分,女大當家 這是很多基督徒因為這個原因而離開神 就是他覺得每個人和我都拍拖了 我也要拍拖了,如果我不拍拖 那日後我會嫁不出來,怎麼辦呢? 會想起這些,其實神有計劃 你跟從神,神給的最好 你很快嫁出來,你以後很快就會受苦 所以你不要這麼心急,不要用世界的價值觀 有些人要有錢,要成功,別人看得起自己 或者覺得奉獻就是損失 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 奉獻就是損失 其實神是最好的 神的價值觀是怎樣呢? 神所給我們就是施比壽和遊福 神的計劃最好的 神給婚姻或獨生是最好的 神一定祝福我們的 這些就是聖經教導的神的價值觀 第六,一起讀一下 相信犯任何罪必有不良的後果 所以就謹守自己不犯任何罪 就是很多人覺得不重要 犯了罪,耶穌赦免便可以 明天赦免便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好錯的觀念 耶穌真的會赦免 不過罪有罪的後果 但他犯了罪後,他整家受很多痛苦 聖經也說到,在下面說了 《順著情欲殺種》 《必從情欲收敗壞》 《加拿大書六章七至八節》 就是一定會敗壞 當我們在罪中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 屬人生命就敗壞 就軟弱 就會離開神 就會不開心 就會有很多煩惱 還有呢 《雅各書》二章十節 一起讀一下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 它就是凡了總條 有些人說,會不會犯一條件 你怎麼會犯中條呢 例如,你不喜歡某一個人 不喜歡的話 你很難去祝福他 很難去愛他 很難去關心他 很難去,心裡面覺得內疚 很難去全心祈禱 或者很緊張錢 就會自然什麼都要想著錢 不是想著神 很擔心自己的前途 又會影響自己不肯為愛神 即是每一種罪都有連帶關係 你有沒有想到一種罪 犯了一種罪 丹丁一種罪 是沒有的 每一種罪都會帶來影響其他的 影響我們跟人 影響跟神的關係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犯一條界面 你說,我不回教堂 沒所謂 但接著就影響整個生命 就被魔鬼拿走了 然後呢 《理法所書》四章二十七節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圖》 就是犯罪就是被魔鬼入侵 首先你看到那個影片 第一個男孩 他是信耶穌的 但是他就在罪中 他在罪中呢 我以前也試過有些人祈禱 他就整個人硬了不動 在邪靈在他身上 控制他 後來他願意信服神 然後他就鬆了 鬆了他就看到天使拍掌 然後看到一件事 他真的被魔鬼控制 當他釋放 肯跟從神 神的天使就歡喜快樂 你想不想天上為你歡喜快樂 神 跟從神 不要說 我要跟從世界 你快去跟從世界 當你沒有回教堂 我覺得你越來越沒有力量 但你跟從神就有神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為神 為了自己好 是吧 結果是自己享受 你看我每天都享受 我真不知道有多享受 我真的 我在香港享受 我去宣教也享受 我幫人也享受 我為人祈禱也享受 我什麼時候都享受 好了 第七 相信耶穌已經既以聖過罪我的權勢 我們靠神 逐告聖過罪 是不難的 這句話 很多人都沒有想的 就覺得 每個人都有些罪 又會生氣人 那不好的事 當然會 看上網不好的事 貪錢 找不信主的男朋友 女朋友 很多人都覺得 人都有 但其實不是 我們靠耶穌 是可以脫離這罪 怎麼脫離呢 每一個罪都有罪的意念 下一張 第一 很多基督徒在罪中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罪 破壞性 就是覺得不重要 犯了罪 不重要 我沒有親近神 不重要 就是覺得不重要 沒有這麼認真 這是第一個原因 而聖經說了 稍後我再講 方法 如何得性 羅漫書八章三十七節 然而 靠著愛 我們主在者 一切在事上 已經得性有餘了 神說 我們可不可以得性 可以得性的 提摩泰前書六章十四節 一起讀一下 要守者命令毫不沾污 無可指責 直到我們主耶穌的然而 這個保羅 叫提摩泰要怎樣 是不是 不要犯罪就行了 要毫不沾污 無可指責 完全無可指責 有些人說 哇 怎麼這麼認真 其實呢 認真是我們 這裏講到一個方法 犯罪之前 通常有犯罪意念 譬如有個人對你不好 心是否會生氣 不喜歡他 生氣 生氣開始就說 不要理會他 或者頂一下他 挖一下他 不理會 不要跟他一起 是否會有這些意念 問題就是我們容許這些意念 在裏面 就是我們分辨這些 是不好的意念 人相處都是一個 很多意念 什麼不好 什麼衰 經常都會有這些意念 這些就是 總之凡是負面 都是不好的意念 好了 這些意念 你容許他 就犯罪了 你就算沒有行動 你的心影受影響 就是你不喜歡一個人影響 那怎麼可以得勝呢 你用聖經的話語取代 譬如你不喜歡那個人 你就說 要祝福 就做的 我要祝福 他對我不好 我要祝福 不要緊的 不會傷害到我 我不會吃虧的 人對我不好 會不會吃虧的 不會的 因為神 Hello 你好 我們是不會吃虧的 為什麼 因為神會祝福我們 什麼時候都是 神一定會祝福我們 所以 明明沒有吃虧的 你跟從神 我告訴你 我現在 你數什麼的恩典 我都全部有了 全部有了 每天都享受 是很快樂的神 你想像我這樣 我真的處理所有的罪 任何罪的意念 我立刻處理 例如心裡有些不喜歡某個人 有些什麼無謂的意念 或者 哎呀 好 不過我很少 懶了 我知道你們有事 有些不想做事 我說 其實我今天可以做到很多事 我越是勤力 你就越不會懶 你越有神的同友 你不會懶 你懶的話 你就經常懶 不想動 這也是一種罪 但是你說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今天可以做很多事 你就做到很多事出來 這些意念 我們馬上處理就可以 可以得勝 那什麼方法 第一 我們一起讀 敏感犯罪的意念和習慣 二 深信罪必有不良效果 三 用聖經處理犯罪的原因 第一 敏感到 咦 我現在在想一些不好的事 我現在說不用回教堂了 我現在說不要祈禱了 這些意念 我們知道 第一要知道 我也有的 我告訴你 我也有的 不過我很快處理 你越處理就越少了 但我不是沒有了 我都有罪的意念 不過比以前少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我一有就立刻處理 第二 用罪有不良的後果 這個罪我用了它 會影響我 第三 用聖經處理 聖經的方法就是要跟同神 愛人愛神 第四 一起説 親近神而得力 五 選擇順服而離開罪 就是 我們的力量哪來 一定是神的力量 不是我們的意志 但我們靠著神 我們可以意志堅決借靠神 但你只是靠意志 沒有力量的 一定要親近神 你就會起落的情況 裡面發出來的力量 以及選擇順服而離開罪 你明知道現在對某個人不好 你要選擇 要祝福他 行不行 可以嗎 可不可以嗎 可不可以今天選擇 祝福每一個你周圍的人 選擇不廣大 行不行 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看電視 行不行 其實你的生活很寶貴 你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 但你每天看電視 會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 不會 你是成為一個偉大的消費者 消費很多 買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經常靠著神 經常選擇跟從神 你經常訓練自己 什麼都要訓練 什麼都要做 為神做得好 不是為自己 又不是為了驕傲 你看我沒有誇耀 我不是覺得驕傲 但我覺得我要發揮 要祝福人 經常祝福人 好了 我們不能像神那麼完美 但我們可以馬上處理犯罪的意念 罪的意念 你不用不開心 譬如說有罪意念 我今天又想一些壞事 你就立刻奉耶穌名 離開 不要想壞事 可以嗎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這樣 贊美神很平安 怎麼知道一轉身 又想一些不好的事 別人對我們馬上不喜歡 哎呀糟了 我又壞了 我又壞了 那個壞了 就是一個不好的意念 我又壞了 這就是一個不好的意念 就立刻說 耶穌射念 就是不要讓這個壞了 留在心裏 有這麼多意思嗎 就是不要說 哎呀我又壞了 哎呀又沒有力了 哎呀我這麼久都沒有祈禱 散了 不用怕 不要這樣沒有祈禱 立刻祈禱就行了 沒有看圣經 立刻看就行了 即是立刻去做 就不要用 哎呀我真的做不到 哎呀沒用 就是不要有這些意念 而是事事跟從神 好了 今天靠主不發怒 可以嗎 今天可不可以 有人對你不好 都不要發怒 可以嗎 可以嗎 今天不發怒 明天這樣可以嗎 明天不發怒 都可以嗎 整個月 每天都這樣做 可以嗎 其實你刻意是可以的 主要是我們有刻意 是不是 刻意靠著神 今天決定不要被人影響 可以嗎 決意要輸 可以的 今天可不可以 祝福所有周圍的人 可以的 今天決定不浪費時間 可以嗎 可能你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在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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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電視面前 我在遊戲機面前 但你說 其實真的很浪費我們的光音 我很想像你們這麼年輕 如果我像你們這麼年輕 我現在 有現在的智慧和神的同在 如果這樣還有這麼多年 真的很好 但其實你今天 你已經得到這些教訓 那些教導 是我很多年以來積聚的 我希望大家會跟從神 今天停止烏尾意念 可以嗎 可以的 一來馬上處理 第八 一起讀一下 靠著醫治我們的神 我們可以處理生命中的任何傷害 聖情上的問題 負面思想為聖水 這十點就是 我們可以靠著神 存存得性 可以做一個偉身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個軟弱的 經常都沒有力量的基督徒 靠著醫治我們的神 我們所有的傷害都得治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有傷害 例如怎樣 因為人家說我們沒有用 所以經常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就是一種傷害 或者 那些人不要理我 於是不敢跟別人聊天 有一種傷害 因為怕了 因為人家對我們不好 於是我們怕對人 這是一種傷害 或者 因為人的關係的緣故 我們就覺得有自卑感 這也是一種傷害 我們可以靠著神 充滿喜樂 充滿力量 完全是有信心的 這就是醫治好的生命 一步一步 與親近神 那些負面思想 就可以得到醫治 還有有負面思想和情緒 經常都說 哎呀不開心 哎呀沒問題 耶穌快回來就好 耶穌快回來就好 耶穌快回來就怎樣 不用做 有些人就是這樣 不是很想見耶穌 而是因為不用做 心態就說 現在很煩 做人很辛苦 但我們可以說 我的生命可以影響很多人 因為那些人沒有希望 但我有希望 可以祝福很多人 可以這樣嗎 可以完全醫治 完全得著釋放 哈利路由 以創下書內 一章一節三節 我們不讀 但這裡說到什麼呢 靈在身上 叫我們傳好信息 給謙卑的人 可以醫好傷心 首先我們先醫好自己 你是不是每天都很開心 因為裡面有沒有自卑 有沒有低沉 可以醫好所有的 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所有品綁的 全部得釋放 然後下一頁 安慰一切悲愛的人 所有悲哀得到安慰 喜樂由代替悲愛 整個人充滿喜樂 為人們祈禱 那些人真的會經歷喜樂 周時的聚會會有很多局經歷喜樂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心平安 什麼都不擔心 我正決意 什麼都不用擔心 為什麼不用擔心 神照顧 要不要擔心 是不是 神照顧 要不要擔心 不用擔心 當我這樣的時候 我心真的很鬆 很鬆 每天都很喜樂 我們都可以這樣 好了 有什麼負面思想呢 哎呀 又要做工了 哎呀 人生真是太難了 神幫我 真的幫得太慢了 我做不了 不行了 當他們叫你 分享信息 不行了 我做不了 不行了 人人都不好 每個人都壞人 我放棄了 我想死了 就是這些 在一些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是什麼呢 憂愁 擔心 不開心 憤怒 絕望 不安 心裡無平安 內疚 我們知道最好 不過不要繼續內疚 波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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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 神都不聽過祈禱 這是一種內疚 或者自卑 其實我們每個都很尊貴 我們靠耶穌用正面的思想和情緒 用愛 用平安喜樂 充滿我們的心 全部是根據神的思想 第九 好了 我想說回 第一 二 三是神的恩典 第一 就是神是愛我們 所以我們不享受神的愛 第二 就是 神是賜所有的祝福 屬靈和屬物質的祝福 都是祂的 第三 神在生命有計劃 第三是神的祝福 五種是釋放 一種是人的環境 第二是罪有破壞性的 然後 聖過罪是不難的 世界價值觀是不好的 然後 第五就是 負面的情緒和傷害 負面的思想 這些可以釋放 然後第九 第十就發揮 第九是否一起讀 靠著次能力而起落的神 我不會在世上 應該像耶穌充滿信心能力而起落 就是 神給我們很多恩典 我們每天可以像耶穌充滿喜樂 耶穌 就是給我們看到 祂什麼都給我們 有韩慌十四章十二節 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你 就是更大的事 耶穌說你能不能做到事 做到 做到大不大 很大 很大 不過你現在做到大事 大事沒有 還沒有 你肯跟從神就可以了 你肯跟從神 我們有神的話語 有神的能力 凡事都可以做到的 你都可以跟我溝通 我會鼓勵你 如何幫助你 凡事都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們做不到 這個不是神的心意 就是我們還未做到神的心意 好了 一起讀一下 弗勒比書四章四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聖經 如果神叫你喜樂 那就是神給了能力 我們可以喜樂 神沒有理由說你們天天要飛 因為神不懂得飛 每天都要飛 那我就飛不起了 坐飛 但是你們不要佔那麼多錢去躲飛機 是吧 但是呢 可不可以一天喜樂呢 可以的 就是我們每天都可以好喜樂 這就是神給我們知道的 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有沒有為他的侍奉擔心 耶穌三年 要預備他的門徒 將來要將福音傳遍布天下 為何臨到最後呢 彼得還怎樣 不認耶穌 不認耶穌 那是不是耶穌說死了 你到最後也否認我 那你將來怎樣可以將福音傳開 耶穌有沒有這樣說 沒有 他就是說我已經為你祈禱了 當你回頭之後 你要堅固你的弟兄 他很有信心 耶穌很有信心 他祈禱很有力量 神會幫他的 你看耶穌要做好大事 但一點都不擔心 我們要做好大事 你越擔心做不做到 做不到 你越喜樂越做到 你越喜樂 你的生命越發揮 天堂會不會擔心 天使會不會 哎呀死了 太多事情要做 那些教會都不改變 那些基督徒也不聽話 每個人都不聽話 神會不會這樣 哎呀死了 慘了怎麼辦 會不會這樣 不會 所以天堂很開心 天堂的聖徒很開心 在地下的聖徒 怎知道這麼擔心 是不是不太合對比 我們可不可以每天都說 神幫我 什麼都不用擔心 行不行 你可以宣告 但我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容易的 但亦都可以很容易 解釋有多個知言 我也曾經有懼怕 那為什麼 鳳爺宗明 我不用怕什麼都不用怕 不用怕後果 不用怕將來不成功 不用怕做出來的結果不好 不用怕沒有錢 什麼都不用怕 鳳爺宗明不用怕的 哈利多日 就是怕 一直宣告到自己不怕 每天都是這樣做 慢慢呢 什麼都怕都沒有了 比如你有什麼不開心 鳳爺宗明 你不用因為老闆不開心 鳳爺宗明 我可以起落 祝福祂 哈利多日 我是得勝的 哈利多日 祝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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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選擇之後 我可以起落 可以嗎 我可以很開心 我可以天天都像天使一樣 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選擇 活得像耶穌或者天使 你可以選擇的 你試一下 你要走出來 你走出來 我希望你會告訴我 你能否做到 我希望你會做 真的有些人 我去教那些神學生 他們真的做 真的 宣告也是宣告 真的是喜樂 但那些不肯做的 他們經常都不開心 你活在世上 不知有多少次 一次一次 你想活得開心 還是不開心 開心 你靠自己能量的開心 你看周圍的阿摩 阿嬸 阿伯 阿叔 他們開心嗎 不開心 你看到不信耶穌的人 是不開心的 但你看到信耶穌的人 真的 超級平安 起落力量 是不是 想不想是這樣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就具怕症 信仰具怕症 這個是信仰分裂症 信仰具怕症 死了 如果跟同神 會不會我的錢沒有了 奉獻了 會不會我的時間 我讀書又不成功 其實是不會的 我讀書始終我一直 我又做工 我又親近神 我又回教會 但是神又讓我考試 考得很好 甚至有個老師說 他跟我說 你不用這麼勤力 拼數這麼盡 我說我不是拼得很盡 但是神給我好的成績 就是我們可以靠神 凡事做得到 好了 第十 這個很重要 一起讀一下 相信神在每個基督徒生命中 都有極其的計劃 我們只要全心信靠神 親近神 信服神 學習耶穌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恩賜 盡一切的責任 擴張我們的境界 接著下一章 就能行在神如美子計劃之中 大大發揮自己的生命 並且凡事蒙福 好了 看回上一章 這裏就講到是怎樣呢 就是神有個很奇妙計劃 你行這個計劃 你只要用神的方法 信靠祂 神說什麼就信什麼 親近祂 信服祂 祂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學習耶穌的生命 有耶穌的樣色 發揮我們的恩賜 神給我們每個人有恩賜 發揮出來 訓練 要接受訓練 不是只要做就做到的 譬如 就算讓你去宣教 別人說 好了 你帶領聚會 有時候去連續 早晚 早晚 連續聚會 好了 我現在給你三日五日 你帶領聚會 你去到 我不會帶領 做不到 但是 其實他們很多人 受很少訓練 他們就會帶領教會 其實你們受過訓練 很多是你少用 所以信心不夠 你發揮就可以用得著 就可以全力發揮出來 今天下午我們有些訓練 希望大家會給神用一下 訓練大家 盡一切責任 即是說世上的責任 和屬神的責任 都做的 全部都做的 要孝順父母 要照顧我家 要上班 要做好 要做好 早睡早起 好了 睡覺亂了 結果人亂了 還有擴張我的境界 擴張境界是甚麼意思呢 你可以做到一步 你就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神給我一步一步的擴展 神也給我認識不同的人 是越來越大的擴展 我們便能夠走在神完美的計劃 即是他有計劃 問題是你選擇走這條路 可不可以選擇走這條路 可以 好了 這些我先有 這個經文有講過的 羅馬書12章2節 就是說 要測驗神的善良 神全可氣的止 行這個A計劃 好嗎 選擇行在A計劃 還有神的靈 用心靈誠實敬拜 這就是得力的方法 整個心靈去敬拜 我現在有一個方法 是幫助人怎樣用心靈去敬拜 首先學魂 魂包括什麼呢 一起講 思想意志感情 再講一次 思想意志感情 思想什麼呢 我的思想完全認同聖經 聖經說什麼 我就跟什麼 完全認同 思想完全認同聖經 第二 決意 我決意完全跟上神 第三 和神有感情 但是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想到 哇 有沒有想到吃那些東西是否好吃 神是一個最好的廚師 他做好很多材料 除了好吃 還有很多營養 譬如我現在很喜歡羅漢果 感謝神 因為我看到羅漢果 沖水 他又可以幫助後龍好 我覺得神很特別 他會做羅漢果幫助後龍好 人做的薯片 不是對後龍好 但是神做的就好 我很欣賞神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好 神做的身體也很好 那你就跟神有感情神 你真的好 創造賣物真的好 那些雀鳥飛得好 是不是覺得很自由 很輕鬆 很瀟灑 心裡面 喜歡神 其實你想聖經充滿 學喜歡神就可以了 神啊 真是喜歡你 噢 神啊 真是喜歡你 你的思想 這個魂 思想意志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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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魂的功用 三個功用 然後就是靈 靈 靈很難去說出什麼 靈就是我們敬拜神的部分 就是靈 但是有個方法形容靈魂 就是什麼 煩在我裏面的 也要清重他的聖明 诗經103篇第一節 就是煩在我裏面的 整個人 我告訴你 其中一個時候 整個人 就是煩在我裏面 噢 耶稣 噢 整個靈魂去愛神 神的同罪是很強烈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整個靈魂 你知道為什麼 祈禱沒有 耶稣幫助我 幫助我 好些 耶稣 我相信你一定幫我 哈利雷 每一次祈禱 整個心靈發出 我們是最好的 人的幫助是不足夠 但是神的幫助是足夠的 神的路是最好的 第二 遵從神 得勝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祂權兵祭福列國 啟示六二章有 這是說今世 我們可以有權兵祭福列國 去祝福很多人 你聽神的話 遵從神的話 你想要全心跟同神嗎 很多時候人會懶惰 我見了幾個圖 又懶惰了 又懶惰了 可以每次都說 我又親近神 又倚靠神 其實 你每天 如果你不能夠抽多時間 你一起來 你去聽聖經 然後你專心的 你每天 祈禱五分鐘 然後你一邊 整天都在讚美神 你已經可以得了 你不要想著 親近神一段 用很多時間 你用MP3機 或者你用手機 聽聖經 一起來就聽 一起來聽 一起來聽 拆牙聲 用餓出來 或者你做家裡的事情 一邊聽 神的懷疑在你裡面 然後整天讚美神 神的力量就在你身上 然後怎樣得勝 最重要就是 釘死自己 加勒太書 二章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節架 現在活著的 不在是何乃是 基督在我乃是 為何這麼多人不肯走這個路呢 他就不肯釘死自己 他靠自己 靠自己 為何結局是不開心 很多基督徒 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很懶 有些人就說 信耶穌是這樣的 每個都是懶 沒什麼力的 但你親近神 你發覺有力量 你越親近神 就越有力量 還有集體跟從神 全體一起 這裡說出我們做什麼 一起讀 第一 決意相信神 計劃我們 起落和發揮神 神的計劃是我們可以起落 和發揮生命的 第二 每天讀經 宣告 好告 愛神 讚美神 每天都去親近神 第三 處理所有的負面思想 情緒和罪 所有的不好的事都要處理 第四 接受訓練 發揮恩賜培養 屬神的聖情 屬神的聖情 喜樂的 祝福人的 愛人的 第五 盡力信服神 祝福人和事奉神 就是盡力發揮生命 在這裡是一個機會 其實是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影響周圍的人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神所喜樂的人 下面那裡 講到十點 我們再一起讀一字 下面那裡 一起讀 一 不停親近神 或享受神愛 每一時讀的時候 你問自己可不可以做 行不行 每天享受神 親近神 第二 跟從神 就能得著所有福氣 世上所有福氣都是我們的 第三 神是我們生命有奇妙的計劃 我們很寶貴的 千萬不要 神給我們是個王子公主的計劃 誰知道我們活出一個 楚楚可憐的計劃 行不行 好嗎 當然不好 行一個神的計劃 完全跟從神 第四 學習怎樣不被人何環境影響 很多時候我們就給人環境影響 第五 跟從屬神的價值觀 神的教導 跟從他 不要跟從世界 我們有很多世界的價值觀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完 但是很多思想是跟從世界 要成功 要比人厲害 這全部是世界的價值觀 第六 謹守自己不犯任何罪 即是知道罪的可怕性 第七 靠著神 聖過罪是不難的 不難的 靠著神可以的 第八 我們可以處理生命中任何傷害 性情問題 負面思想和情緒 可以處理所有的 沒有問題的 第九 發揮了 我們應該將耶穌充滿信心 能平安喜樂 第一個就是生命的發揮 生命充滿喜樂 平安充滿聖靈的果子 第十 我們全心信靠神 親近神 信服神 學習耶穌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恩賜 盡一切的責任和擴張我們的境界 就能行在神完美的計劃之中 這就是活出來的 行不出來 喜訊神教會 是在乎你每一個人都投入 你投入的時候 它就有力量 你不投入 力量就會分散 你想像一間屋 有很多條柱 有些柱是 時到時不到的 有時候那條柱是不出現的 那間屋是否有存在 不能夠 必定每一條柱 如果是柱一定要撐緊 不可以放棄 如果我們每一個都是 這個教會的柱 我們要跟從神 靠著神 可不可以 以及我們自己無福 為何不過一條蒙福的路 是否我們可以自己蒙福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 這條路是最好的 世人的路 你看到周圍的人 其實他就算多有錢也好 其實他不快樂 而且你看到他自私的 他裡面不是有好的質素 但你走神的路 你裡面有好的質素 有喜樂有平安 有神的計劃 是否最好 我希望大家會慰心 你願意全心慰心神 慰心慰心神的 你願意嗎 你願意的舉手 神啊我願意 神啊我願意 我靠著神 可以的 這樣的時候 神就祝福你 我願意 你真的向神 神啊我願意 因為你不是走神的路 你的生命就好像 建造在沙土上 建造在沙土上 有什麼後果 雨淋水沖 風吹撞了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就倒塌 並且倒塌得很厲害 是不是 就是我們的生命 就完全破壞 但是你跟從神 就凡事無福 我希望我們真是說 神啊我願意 委身這個教會 可以嗎 委身這個教會 盡一切的力量 叫這個教會 叫我們生命復興 得福 真是滿有神的能力 你到底是福 尋求清聖ları 尋求清聖嗎